這次黑衣直升機失事的意外 八個人死亡 五個人受傷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來看到全國是哀悼 那麼民進黨停止了三天的競選活動 今天開始恢復 國民黨停了兩天 昨天就恢復了 昨天下午韓國瑜市長 在台南跟紅秀柱合體 晚上還辦證件發表會 請問這次的黑衣直升機失事的意外 對誰的選情有幫助 是對國民黨好 還是對民進黨好 還是對小黨比較好 不過因為選機 雖然說是舉國哀悼 但事實上私底下 大家還是很多選舉的動作 一般造勢的活動 就改成祈福活動等等 那請問這麼做 也引發出很多人 不管怎麼樣 還是把黑衣直升機跟選舉連在一起 而且有很多的講話 讓人真的是傻眼到不行 不過講到這一次的選舉 在前幾天 蔡英文競選總部的發言人林靜儀 在接受德國之聲媒體訪問的時候 她就說了 她說主張統一就是叛國 糟糕 這樣說了 她可能也自己覺得有問題了 就辭去的發言人的職務 請問妹妹姐 如果說主張統一就是叛國 到底是 講錯話了 是真的失言 還是承諾對手陣營講的 這次的林靜儀 講出了民進黨 講出了可能是小英 心中不敢講 而其實埋在心裡面的真實的話 我想第一個 我們要從她的話裡頭 不要去脈絡去看 她的前提是說什麼 當中國有這麼多飛彈對著我們 然後要併吞台灣 要消滅國家主權 你這個時候在這樣子 狀況這種前提之下 你還去附和 你還贊成統一 那當然會被認為是叛國行為 我請問大家 這樣的脈絡有沒有問題 請問有沒有問題 您告訴我 怪怪的 我不會覺得 我問你 比如說你在美國 有個國家 比如說前蘇聯冷戰時期 那蘇聯 跟美國在那邊爭霸 一個是共產主義 一個是自由主義 我去支持蘇聯來統一 美國 你覺得美國人會覺得 這是叛國行為 你的意思是說 前提當中 他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台灣是有所謂的 假想比賽的 是 而且不是我們給他扣帽子 是確實中國 去年年初 才說什麼 這個一國兩制 何能嗎 元旦談話就有講 一個中國原則 對一個中國原則 那一國兩制什麼 當然他吃掉我們 把台灣香港話呀 而且他確實是有飛彈對著我們 這也是林靖怡講的脈絡啊 那在任何民主國家 如果你這樣去負荷 你這樣去主張 這個國家是要統一你 是要併吞你的 我請問你 這算不算判過 可是問題是林靖怡的話 被中間那一段 我告訴你 問題就在這裡 尤其在選前的時候 你被去脈絡化了 所以就被很簡單的 去脈絡化成為說 你主張統一 你就有罪 原來你這個是綠色恐怖 原來你侵犯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這樣貼 其實講你好像理直氣壯 對 因為他把他去脈絡化 對不對 也去掉我們現實的背景因素 所以 而且在台灣過去 我們曾經有被 國民黨統治的不堪記憶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你主張台灣獨立 你都是叛國制 你只要想 想都不行 你就判罪了 我請問一下 鄭鸾龍怎麼自分 想都不可以想 只要你主張都不行 那時候是完全沒有言論自由 而且法律動不動 是兩條一來伺候你 所以這個會勾起人們的那個記憶 他就會瞧瞧把他連結在一起 但是是去脈絡化的 只是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畢竟在選前 那對手陣營 國民黨陣營 一定也抓著一句話 去脈絡去操作 那來獲取選舉利益 那變成藍綠對決是不是 對 他就要拉成藍綠對決 那所以這個時候坦白說 你選前很多事情 你都還要再解釋 一再的說明 叫大家去看脈絡 你講不清楚 講不清楚 因為選舉沒剩幾天啊 那對方一定 就是說藍營一定是拿 這個一句話來大量的進攻嘛 所以為什麼林靜怡 趕快辭去這個發言人職務 他覺得他說用語不夠精確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是被去脈絡化 這第一點 那國民黨撿到槍嗎 他以為他撿到槍 但是對不起 請問一下 放在現實生活中是什麼 我只告訴大家兩件事情就好 第一個在台灣 我們蔡英文總統講 中華民國台灣就是最大公約數 對吧 我們會承認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台灣 這裡面有中華民國派 也有台灣本土派 感情融合在一起 這是大家最大的共識 這第一點 第二點保障言論自由 所以老實說 多的是主張統一的人 那新黨推出那些人能看嗎 有怎麼樣嗎 照樣出來選公職嘛 他們也主張統一 他們主張統一有怎麼樣 跟不到他來講主張統一 還有人去講要武統勒 有怎麼樣嗎 武力統一這樣喔 對嘛 把台灣吃掉這樣喔 球衣不就是這樣子 還說武統越快越好啊 對不對 但是選民自然會用選票來拓金跟裁判嘛 所以你要說什麼侵犯言論自由 有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些人連出來都不能出來 應該鑼鐺入獄了吧 所以林靜穎沒事嘛 只是說現在這個 要選機了 他不想被政治操作 不想被誤導 不想被轉移焦點 不想說有理說不清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做一個 我不認為他講話脈絡有什麼不對 但是當對手陣營有意的去脈絡的話 盯著一句話 斷章取義 擴大解釋 扭曲解釋的時候 他持續發言人之務 不要讓人家大作文章 這可以理解 那最後我只講一點就是說 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下架吳思懷 今天晚上要判一個下架吳思懷了 為什麼 為什麼下架吳思懷 變成很多人的共識 為什麼大家不能忍受邱義 不就是因為你吳思懷 跑去聽習近平講話 你說你過去反共 你現在觸統 大家受不了他嗎 大家認為這是有孫武德 甚至感情上沒有認為 這是一種叛國嗎 否則怎麼會引起那麼多共鳴呢 所以我就說從情感上 或者從任何民主國家的常軌 面對一個敵對國家 要來把你併吞 而且他們領導人大雷雷的講出來 就是要把你一國兩制化掉 這個來支持 我當然覺得這是叛國行為 我個人來看 但是我要說的是 可是落實在法律上 我們確實是保障言論自由 也沒有因為有人主張 主張毒在現在這個社會被狼當入獄 所以如果想說去脈絡化 斷章取義就是撿到槍 我只能說 小心操作過度 就跟你們操作外交官事件一樣 到處是什麼 自爆堂炸 統一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叛國 我很想要聽國民黨議員 陳偉潔議員的說法 不過你稍等一下 先請瑞德哥來說 瑞德哥 如果按照剛剛美美姐這樣講的話 其實林靜宜這次是因為這個事件比較敏感 所以他乾脆就先辭職 先沒事比較好 不過事實上 你如果說主張統一就是叛國 講到後來其實也只是藍綠對決 深藍對深綠 中間什麼 沒靈也沒感覺 主張統一就是叛國 就是斷章取義 很簡單 那麼剛剛美美已經講了 這個大概主要的過程是怎麼樣 林靜宜的講法並沒有錯 但問題是因為他的身份是發言人 對 所以呢 他的講話呢 你是代表這個黨 這個等於說發言人呢 還是代表你個人 那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你讓人家有了這個見縫插針 那麼因為這樣子呢 可以斷章取義的機會 所以他才把發言人的職務給去掉 那麼至於說主張統一 是不是就是這個所謂的叛國 我個人不認為是這樣 我個人認為 蔡英文總統跟這個賴清德 那麼前院長 他們所說的話 才代表現在民進黨的真正的價值跟主流 因為很簡單啊 我們選的是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在戒嚴時期的時候呢 那麼刑法100條啊 不要說你主張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你主張台獨 如果你把它寫成一本書 寫成一篇文章 或是跟人家討論 都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來殺 不是抓起來 是槍斃啊 是死刑啊 刑法100條是死刑啊 那麼當時呢 最後一個等於說換到這個條的新聞 剛好是獨台會事件 剛好那個新聞是我去跑的 因為他在抓了清華大學啊 還有台大畢業的幾個學生啊 腦袋不可開銷 也跟我們史明老先生有點關係 贏過世的史明老先生有點關係啊 那結果後來鬧得不可開銷 當時還入侵到這個清華大學的 這個校園裡面去抓人 所以後來清華大學的校長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率領了相關的學生 到調查局的台北市調查處 外面去進座抗議 你知道嗎 去施灰啊 那當時的校長呢 就是國民黨當過行政院長的先生啊 所以呢事實上啊 這是當年的一個時空背景 所以呢 經過那麼多的這個先賢前輩的 拋頭顱撒樂血去爭取言論自由 我們尊重言論自由 所以你要主張在台灣 你要主張統一 主張獨立 那是你個人的自由啊 所以呢 現在你看五星期啊 常常一天到晚 還在台北的街頭跑來跑去啊 你知道嗎 西門丁在臉都忘了 還是一樣啊 還有放義勇金進行取嘛 這個台灣的氛圍是這樣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那麼你的言論跟思想是無罪的 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你著手想要用暴力 想要用顛覆的方式呢 把我們國家給顛覆掉 那就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麼很簡單 今天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啊 他到了大溪領請去葉林 也就是蔣經國嘛 對不對 前總統蔣經國嘛 那你知不知道蔣經國 他曾經創了一個組織啊 那麼引以為傲的 中華民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因為要救國 所以要反共 就是他的救國團 主任第一屆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兩蔣父子 即便我們不喜歡他們啊 但是呢 終身反共 那這一點呢 跟現在的國民黨是大意齊趣啊 我知道他去葉林的時候 不知道蔣經國做何感想 因為呢 那麼也就在去年 他韓國瑜打著說要替高雄的 這個相關的農藝產品啊 打下路為名 進入了香港的中聯辦嘛 他到去年底的辯論呢 還在強調這件事 我不知道中共的這個香港一國兩制 泰山皇的中聯辦呢 跟果菜農產品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但他一直講這樣 搞不好他心裡面真的 誤以為有關係啊 你知道嗎 你要推銷 你去跟香港特索林鄭月娥 見面就可以了 那麼你要知道一件事 剛好在前幾天 這幾天而已嘛 那麼香港中聯辦主任 下台一鞠躬了 被換掉了 你撤換了嗎 為什麼被換了 因為他在處理這個所謂的 反送中事件裡面處理的一塌糊塗啊 緊接而來誤判香港區議員相關的 這個選舉可能的結果 對 所以被誤判情勢 他雖然已經把習近平破成這樣 一樣被撤換掉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特別這樣講啊 也就是說在韓國瑜 那麼瑜 他所謂的這個政見發表會上面 高喊三次中華民國萬歲的同時 我突然間想到蔣經國 因為他今天就看了蔣經國嘛 你知道嗎 韓國瑜比我大了幾歲 韓國瑜也好 吳思淮也罷 那麼在他們從事軍旅的時候 從基層的那個衛官開始做的時候呢 這大概跟我那個時期 差不了多少啊 蔣經國當總統的時候 郝伯春當參謀總長的時候 除了喊中華民國萬歲之外呢 我們三個人應該同時都會在晚上九點 那麼陸軍的晚點名都會高喊 奉行領袖一致 服從政府領導 消滅萬二共匪 解救大陸同胞 感覺實在好久遠 兩位為什麼不喊啊 兩位喊了那麼多年 時代也不一樣啊 兩位喊了那麼多年 為什麼不喊啊 因為很簡單啊 如果你懂得去葉齡 去感恩蔣經國 那你要知道 蔣經國 經國先生的精神是在哪裡嘛 兩岸和平我都贊成 那影劇交流 文化交流 藝術交流 我也都贊成 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 連馬英九在新加坡號稱進路跟習近平密室會談的時候 他出來的時候都說過 他有問過習近平 為什麼一千多枚的飛彈要對準台灣嘛 習近平只淡淡的回答一句話 飛彈不是對準台灣 很可惜的 馬英九先生沒有繼續問 那對準哪裡 是東海龍宮嗎 所以呢 因為他是敵對勢力 因為他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 因為他一天當然說要學習武統台灣 他就是要消滅我們的敵人嘛 所以呢 用這樣的方式想跟台灣統一 當然是台灣的敵人 難道是朋友嗎 朋友會每天透過廣播 各位啊 不要說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中央電視台啦 他們的廣播從福建打過來台灣的電波 一天當然跟你講 天涯若比林說我們是兄弟之邦 一天到晚口口聲聲摔你 然後每天在枕頭下面 常以把刀隨時可能施殺你啊 這哪會是一家人呢 所以呢 林靜寅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表達不夠精趣 讓人家有可乘之機啊 所以呢 我覺得他持續發言人總統跟這個 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的回答 我覺得中規中矩 也是我們現在台灣人的基礎價值 我在追問這個一個問題 如果林靜寅講說統一就是叛國 這句話不能這樣講的話 如果以民進黨立場來講 他應該怎麼講 事實上呢 這件事情 因為統獨大街有不同的主張嘛 好像民進黨也不講統一也不講獨立嘛 他大可這樣講 中共不應該把1500枚飛斷對準台灣 如果真正要和平的話 那麼中共就應該把飛彈全部撤掉 維持一個和平的兩岸現狀 這才是對台灣真正有利 中國國民黨到現在不是還在講九二共識嘛 是啊 九二共識的前提在國民黨裡面叫做什麼 一中各表嘛 你表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表我的中華民國 問題是他不承認了嘛 他不僅不承認 他甚至於習近平 他甚至於直接在上面的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下 把你的一中各表拉掉 變成所謂的一國兩制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 倩文傑議員 其實應該先請志豪議員講 我想聽看國民黨的意見好不好 所謂的統一就是叛國 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 我剛剛講的 這樣的一個言論跟思想 我們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你覺得OK 問題是時間點的問題 也是時間點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想賴靜德院長 他也講過嘛 他也講過說 他在行政院會上 他也講過 他在這個接受立法委員質詢 他也說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嘛 所以我覺得說 講這個話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他應該就是站在他的立場上 反正像賴靜德 他本來就是申慮 他說他是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講這個話本來就沒有問題 我覺得問題是在時間點 為什麼要持續發言 只要你的立場站得住 你何必持續你的發言 他這時候講這個話 對國民黨是撿到槍不是嗎 國民黨一直以來都沒有撿到過槍 我們一直都是務實的在懸吊 這支槍沒有拿起來用 說沒有 就是說 你聽我講完 就是說 他已經認為 他的意識形態是這樣子 我們都尊重 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 言論自由包容的一個社會 他本來就有表達 他言論自由的一個地方 那只是說 他擔任這個發言人 他表達這個立場 那民進黨一貫的這個立場 是不是這個樣子 本來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就比較是偏向台獨的一個立場 民進黨比較偏向台獨 你何必去提說 你要去持續這個發言人 你何必說 你要覺得說 總統府也要出來 曾經黨中也要出來 曾經說 這個林靜宜發言人 講了這個話 可能不妥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統一這兩個字 重點是 不要選舉考量 就是說你去持續發言 他有選舉考量嗎 國民黨在選舉考量 國民黨一直做文章 而且我必須要回應剛剛幾位來賓 對於這些槍來說 我想我一個很務實的人 國民黨一直來都不大會撿槍 就是說這些操作 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是 是自己民進黨自己 閹割自己是這樣嗎 對我覺得你就 你就堅持的立場就好了 我想民眾他自然會做最後的判斷 你喜歡台獨 你喜歡維持 你喜歡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持續自然會支持你 這樣做藍綠對決不是更快嗎 我想回到務實面 我想民眾大概都煩了 對於藍綠的問題 很多民眾他是厭惡的 很多選民他只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 你的政策是什麼 牛弱是什麼 未來是什麼 對年輕人的幫助是什麼 所以林靜穎沒有必要 辭發言人的紀錄 我認為不用 如果你覺得你站在做 你何必辭呢 如果這是你民進黨 一直以來的 這個意識形態跟思想 你何必辭這個發言人呢 你認為你站在做腳 你就繼續宣揚這個理念嘛 就像剛剛瑞德哥講說九二公式 我們認為九二公式是維持 台海現狀最好的一個公約數 還是九二公式一宗各表 對 我們當然是九二公式一宗各表 那只是說為什麼會到目前 台灣會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 邦交國越來越少 就是你一直去刺激 中共的這個底線 他希望你九二公式 你說那只是一個九二事實 1992年曾經有這樣一個歷史的事實 你不想去講九二共識 那當然就觸怒中共的底線 所以我們的路會越走越窄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如果可以有這個共識 怎麼樣做 對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 是越來越好 像剛剛瑞德哥也提到 說我們以前就講堅決反共 你要瞭解這個歷程 我們一直以來都還是反共 如果沒有撿到槍 為什麼韓國市長要這樣講 林靜宜的發言 顯得幼稚又無知 你剛剛問的是我的意見嗎 這是韓國瑜公布的意思 所以你跟市長的意見 完全不一樣 你覺得這把槍你不想拿來用 他認為你不需要去辭這個發言人 第一個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認為你這樣的講話 是站得住腳 你何必去辭這個發言人 其實是被以偏概全 那你也不用去 如果要以偏概全 韓國瑜被以偏概全的東西更多 所以我說真的 你今天只要站得住腳 你不需要去改變你的這個東西 而且一直以來 這本來就是民進黨大多數人的 主要的主張 你何必去辭發言人呢 所以說第一個 我們會認為說你這樣的做 就是選舉考量 你總統府澄清 黨中央澄清 然後馬上辭職幹嘛 因為市經敏感 真的不需要 我議員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一點倒是 這個韓國瑜陣營的發言人 那麼倒是做到了 為什麼呢 他們沒有辭職啊 為什麼 何廷歡 何廷歡在韓國瑜爆發 所謂南港台肥豪宅的時候 他怎麼說的 他說第一時間說 韓國瑜他們只是賣掉板橋的房子 然後來買台肥的房子 這他第一時間說的 對不對 買到內湖買板橋 各位各位各位 第二個發言人叫做易元之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韓國瑜根本就沒有貸款 那個南港的台肥豪宅 根本沒有貸款 第一 第二 兩位男女發言人所說的 那也就算了 最後開了一個正式記者會 是誰啊 好像是他們的競選總部的副總幹事 叫做孫大謙 噼哩啪啦 把這些媒體跟名嘴痛罵一頓 說叫我們要用電子計算機算一下 然後呢 這個講出來以後 我們才意外發現說 哦 原來2015年的2月 韓國瑜夫妻已經擁有 那麼南港內湖 骨坑抖六總共四戶總價1億3710萬的房產之外 最後記者會結束過幾個小時才發現 孫大謙所用的那個資料全部都是不對的 他用的竟然是不是權狀上面的 竟然是用所謂的時評來計算 要扣掉陽台啊 他們把公社什麼都扣掉 他們從頭到尾三個都沒有辭發言人啊 你知道嗎 所以韓國瑜的韓辦確實做到了 發言人講錯了也不辭發言人啊 所以我補充一個 問題是林靖怡沒有講錯啊 總發言人啊 他這個面對媒體的時候 誤以為誤認TVBS的記者是為三立的記者 後來結果有人跟他講說 我不是三立的 我是TVBS的 他有做對一件事情 跟人家講對不起 這樣子 那時候遇到三立的話 就直接開罵了這樣嗎 我就不清楚是不是這個心態了 他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知道說原來是TVBS的記者 他的馬上及時的反應啊 就如同瑞德哥之前講的 這個暗中出貢 他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對不起 但問題是TVBS是跟他是同的 比較友好的 然後如果三立的話是敵對的 但問題是這三個發言人 如果以當時房產的事情來講 全部都講錯了不是嗎 是 不過剛才主持人問到了一個問題說 統一如果不是叛國的話 民進黨的答案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那事實上民進黨有沒有給出答案 已經給出答案 就在12月31號的時候 那個反滲透法的通過 不就是給出答案嗎 這是台灣過去呢 因為我們用兩岸關係條例 我們在定位台灣跟大陸的時候 大陸並不是我們的敵對國家 所以我們所有的法律 你如果說 這個有像最近的這個台大的蘇教授 或者是有一些的這個案例 他們都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或者是違反農業金融法 這些法都分散在各個 這個不同的法律當中 但是反滲透法非常明確的告訴你說 只要你拿了中國的錢 或受到中國的指令 然後涉及在台灣選舉公投集會遊行 或者是拿政治獻金 幫助某特定候選人的話 這個就是反滲透法要規定的辦法 只有反滲透法 有把中國列為所謂的假想敵 敵對國家 以前任何法律通通沒有 只有反滲透法才開始有 因為我們很多人就說 那美國也是境外勢力啊 可是美國有跟你講說 你台灣是我美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日本也是境外勢力 但日本有說 你台灣也是我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 全世界認為說 台灣是他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點都不能少的 只有中國吧 所以因為簡單 如果這樣反滲透法通過之後 林靜寅根本也不用辭職啊 我覺得林靜寅的講話 的確是不精準 因為統一對我們來講的話 統一是我們很愛的球隊 然後也是台灣的一個非常好的企業 球隊 毫棒球隊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要歪樓 我是說統一對於台灣的民眾來講 因為我們在生活當中 我們有太多的這個 你可以聽到統一的相關的字詞 但是我用兩個字來取代的話 大家就會發現說 這個程度是不一樣 你如果用併吞呢 那不就更感覺更不舒服 對 那好 那今天呢 這個蔡英文總統講的 他說在台灣呢 不論統獨其實都受到言論的這個保障 過去呢 你是統也好 是獨也好 只要跟執政當局 你的政治立場不一樣的話 就如同剛才美美所說的 就是二條一 就是唯一死刑耶 所以那個時候有白色恐怖 大家還記得吧 所以在台灣 你現在講統一也好 講獨立也好 這都是受到言論自由的一個保護的 然後第二呢 是中華民國台灣 是我們現在目前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的國民目前就叫做中華民國 有人是中華民國派 我本人是中華民國台灣派 但是你如果要做任何的更動 必須要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要共同同意 做出了決定之後 才能夠去做改變 所以不是片面 誰可以去做決定 但為什麼我說林靜宜委員 她所講的不夠精準 是因為統一如果把它換成併吞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原來她講的是這回事 但是因為以外國媒體來講的話 她要下標 就跟我們台灣的媒體一樣 下標你一定要是下一個 大家願意點擊進去看的 所以那個標題會特別聳動 那我覺得如果講錯話 是當時的這個言辭不夠精準 該辭職就該辭職 這件事情對民進黨選情有幫助嗎 這個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幫助或不幫助 因為大家不拿起來槍來打 但是我覺得要講清楚 因為今天好 我如果用一個比較中性的詞 就是統一 統一的話 當然有人支持統一 但是你要跟誰統一 是誰統一誰 也是 是今天我們所謂自由保祖 要去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如果是這樣的統一 那或許很多人會贊成 獨派很高興會不會 憲法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 憲法是這樣講 當然啊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樣 中華民國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一中華民國 一直以來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國民黨人見到中國的人 中華民國適合自己就退下來 直接去跟中國講說 我台灣要統一你中國 你看看他 所以這就是一中各表的精神 這就是一中各表的精神 問題是人家不讓跟你 我跟你講這違建議員 問題就是說 你剛剛就說 如果九二共識大家有共識 問題是誰跟你有共識 當時是有共識的 不要說藍綠內部沒有共識 中國跟你有共識嗎 當然有啊 當時是有共識 現在還有共識 就是在蔡英文執政之後 越來越極端 他才會把它深化成一國兩制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本來就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國 沒有這回事 我跟你講從來就沒有 那是你國民黨說的 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你們從來都沒有聽 你幹嘛聽他的 你不要聽他的 聽兩千他講萬同胞的 他講國民黨講國民黨的 當然啊 那個韓國瑜市長說 習近平說孝順父母 難道不聽他的嗎 孝順父母是中華 一中各表是中國國民黨說的 為什麼大家全民要遵守 要聽你的呢 問題是根本沒有各表這件事情 不要再自欺親的人 就是國民黨為什麼 九二共識沒有市場 當習近平已經告台灣同胞書 40週年 大勒勒跟你講出來 就只有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你還在告訴我們 有九二共識 還可以有各表空間 台灣還可以這樣子 跟中國這個交好 你這不是自欺親人嗎 這不能有模糊空間的吧 根本就沒有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坦白講 今天是老共 我會不客氣的講 中國自視 他認為他比你大 對不對 所以他要怎麼樣是操之於己的 所以國民黨不要在那邊一廂情願 我今天覺得可怕的是說 如果你魅於現實 根本沒有所謂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這件事情 你還不斷在麻痹台灣人心 你還對國際社會這樣講 國際社會怎麼解讀你 你自己要進去一個中國裡頭 台灣人自己願意的 你知道這讓台灣一個險路嗎 你鎖進一個中國去 你根本沒有主體性 這第一點 第二點誰在操作 民進黨立場從頭到尾沒有改變 那個立場什麼 中華民國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活在這邊 我們要享有我們的民主自由人權 我們要決定我們的生活制度 台灣的未來前途如何改變 是台灣人共同決定 這個立場沒有變過 可是今天很可惜的是 誰在政治考慮 誰在政治操作 誰在斷章取義 誰在去脈絡化 誰在扭曲事實 就是中國國民黨不是嗎 林靜怡的事情 其實剛剛議員講的是比較 要這個中立 但是事實上韓國市長這樣講 顯得幼稚又無知 如果他認為這是幼稚又無知 韓市長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 第一個事情我們要來談的定義上面是 認為跟中國統一是不是叛國 如果我們在憲法上面 或我們現在認為中共因為對我們一直是一個威脅的政黨 威脅的政權他們有飛彈對我們 不斷的威脅要用武力來入侵我們 那麼這樣的主張在國家來說是叛國的 他是不能允許的 蔡英文敬拜發言人林靜怡 接受外媒德國之聲的專訪 主張統一構成叛國 雖然事後她以用詞不精確 怕引起困擾請辭發言人職務 但言論被藍營罵翻 國民黨副明書長蔡振元 受先發難 蔡振元在臉書PO文林靜怡在 捐喪期間發表這種政治鬥爭的言論 只有此犯人就算查水表已經結案了嗎 還傳出國民黨打算 召開記者會猛攻林靜怡事件 我們今天沒有要看林靜怡相關的記者會 有關這個林靜怡的相關的言論的發表 我們昨天已經發表了我們的新聞稿 因為蔡振元提到說 她的主張 她是她的主張 她的主張 這個是蔡副秘書長 個人的建議 當時她的言論 講這些言論的時候 她是蔡辦的發言人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競選辦公室 現在趕快用切割的方式 變成好像是林靜怡的個人言論 我們怎麼看國民黨是藉這個議題 然後來打說 蔡英文到底是庇護了多少 香港反送中的暴力分子 國民黨中央在昨天這樣發言的內容 其實我們有點不知道他們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那第一個政府正在權利救災 第二個國民黨過去也聲援香港的這個人民 他們舉民主自由的權利 那今天又確保他們所謂是暴徒 所謂蔡政府有隱蔽他們這個暴徒的行徑 所以我不知道國民黨這樣子前後矛盾的立場 是要找到什麼問題 林靜怡誓言風波延燒 蔡總統也在臉書貼文 強調民主是核心價值 不會把不同的政治主張視為叛國 國民是中華民國不需要修改 更說總統責任就是維護國家主權 如果有外力想剝奪 必將起身捍衛 總統堅定表達立場 不讓林靜怡事件繼續發酵 如果以林靜怡來講 她是民進黨不分區委員之一 她的專業好像是醫藥界 是副產科醫師 所以說她在回答這個德國之聲話的時候 也難免 因為她畢竟比較沒有那麼多長時間 泡在政治圈裡面 什麼話該講 什麼話 可能會被斷章取義 這其實也是因為時間點的關係 這個時候不得不這麼處理 是 我過去也擔任過發言人 那對於蔡總統 她過去從黨主席一直到現在 她是中華民國總統 她對於兩岸的主張跟立場 我想是非常一致的 她對每一字每一句 她都很斟酌 小英總統應該很精準 我過去的經驗來說 她在黨主席任內 你講到兩岸 就是一九九九年 臺灣前途決議文 那麼以臺灣前途決議文 為主張的論調 也就民主自決 兩千三百萬人來共同決定 民主自決 我是想 我要特別強調 蔡總統她也講了 就是說 現在我們是民主信仰 大家在保護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那沒有任何黨派 也沒有任何的世代之分 那過去威權政府才會造成所謂二元對立 你跟我的主張不同 我就把你羅織入罪 你跟我主張不同 你就是犯罪 那是過去威權政府遺留下來的白色恐怖的陰影 我想現在蔡英文政府 他從二零一六主政以來 他對兩岸主張都都很穩健務實 那兩岸的主張 剛剛韋傑所說的 到現在還在講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早就被習近平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給破解了嘛 那現在中國國民黨還在整天講九二共識 我實在非常不解 那其實要簡易一個政治人物 跟簡易一個政黨 我們要從他的主張跟言論 是否一致來看待 那民進黨的主張是什麼 民進黨主張很清楚 中華民國 臺灣 我們現在憲政體制就是如此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包括我們看到元旦 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總統 他元旦有講話 他也不斷地在強調中華民國主權 中華民國臺灣 他不斷地一直強調 強調自己的主權 國旗也拿在手上 也去升旗典禮 我想中國國民黨到現在 還用二元對立 二元分化 這是一個分化臺灣團結的 最壞的例子 每次看到旗海飄揚 手拿旗子 難道就是中國國民黨才是嗎 韓國瑜才是所謂的護憲 跟守護中華民國 並不是這樣子的 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之下 包括我們議員 我們也是向國旗跟這個 我們也向國旗來宣誓 我可以請你講 這更簡單一點 如果說以所謂兩岸的主張 講到大家聽得懂 阿公阿嬤都要聽得懂 民進黨的說法跟國民黨的說法是什麼 民進黨目前 從過去還沒執政的時候 講簡單一點 就是以臺灣前途決議文為這個基礎 所謂最大公約是中華民國台灣 對 那兩千三百萬共同決定 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共同決定 對 那你的未來 不管是同意還是獨立 就是兩千三百萬人透過公投來決定 如果公投來決定 蔡英文中我這樣講 這個是臺灣前途決議文 這是他那時候我們還沒執政 所以民主進步黨就以臺灣前途決議文為這個基礎主張 那麼現在呢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生活在每一個在這個土地上的每一個台灣人 這是民進黨的主張 對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那我們面對的國旗 我們面對這個國家 我們共同就是要團結這個國家 那國民黨呢 一致對外 現在中國國民黨 現在中國國民黨你來講好了 現在中國國民黨 憲法徵修條文寫什麼 憲法徵修條文寫什麼 來你看一下 他講民進黨就是台獨 他講民進黨就是怎樣 他講民進黨就是怎樣 你剛剛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憲法徵修條文的前途是什麼 韓國瑜最 你們現在全面執政法怎麼還沒有資格講 你不可以這樣子 韓國瑜進了港澳中元辦 你就必須要去調整這個東西 我要不斷的提起 全面執政全面固承 臺國瑜進入港澳中聯辦 真的 你剛剛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我剛剛聽到民進黨的說法 我可不可以聽國民黨的說法 然後再請其他的專家 幫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兩位講的有沒有偏頗 國民黨的說法 來剛剛志豪講到說 站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個架構之下 憲政體制 然後憲政體制來 憲修條文的前途是寫什麼 為什麼你不休呢 為什麼你不休呢 為因應國家統一權是需要啊 那你現在到底要怎麼做 未來怎麼走啊 兩千三萬同胞怎麼去未來 未來怎麼台灣走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們可以先講一下國民黨的立場 再質疑民進黨的這個內容 他剛剛已經講了 他說九二公司是沒有的 那是習近平說的 在國民黨的立場 就是有九二公司這個東西 那也只有讓九二公司有什麼用 讓國民黨重返執政 我們就可以重啟九二公司 跟對岸做對談 九二公司做不到 習近平 就是一國兩次台灣方案 你不要再騙台灣人了 那你剛剛講的嘛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憲法的問題嘛 接受二國兩次 就叫九二公司 那你全面叫九二公司 你怎麼不休憲呢 你提修憲嘛 你們在高雄全面執政 你們在高雄全面執政 你提修憲嘛 要躲進一國兩次 因為能夠多一點 那就有修憲的可能 其實剛剛要講 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 那我們就從中華民國憲法的 秦三條來講就好了 要講法律 頭會痛啊 因為很簡單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 為民有民治民想之民主共和國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條 會不會太難法律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嘛 是啊 台灣都是 那請問你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是不是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啊 這答案怎麼回答 那當然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很簡單嘛 中華民國的國民 現在就是2348萬人 就是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講法律 那不是很簡單嗎 那麼現在呢 台灣的歷史 跟世界各國的歷史 都不一樣嘛 你要講理事 很簡單啊 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那你今天韓國瑜去見蔣經國 蔣經國反共到底不是嗎 兩講不是反共到底嗎 他最後的口號是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 用意識形態來統一中國 剛剛其實陳議員 我很高興聽到陳議員講到一件事 他說他也是反共啊 現在中國國民黨裡面 有幾個人在反共啊 誰會講這種話 有幾個人在反共 我問大家有幾個人在反共啊 台面下的政治人物 下次有機會遇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官員的時候 不管在台灣 不管在對岸 你要記住喔 你要記住 一定要跟他講 一定要跟他講 表明你的立場就是 中華民國要統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統一 一定要跟他們講啊 講說我們要統一 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在現在的憲法架構之下 就是這樣的概念 在中華民國憲法下嘛 他們誰理你啊 他們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成分 你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會這麼說 一定會堅持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一定是這樣子啊 按照憲法就是這樣子寫嘛 所以不要輕看 他們是真的會講的 你去跟他們講嘛 你在國內敢這樣跟國內說 我們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可問題是 那你怎麼會走進香港中聯辦啊 你難道不知道 香港中聯辦就是一國兩制 結果你走進去以後 那個主任下台了 走進中聯辦 不代表認同一國兩制 走進中聯辦 就是代表認同一國兩制 哇今天聽到好多 很特別的言論 真的一般我們 如果以論述來說 比較真的是 議員走自己的路線 對 我們要處長來說一下 我們第一次覺得 就是好久了 沒有在國民黨這邊 聽到這個反共的 講得這麼幾百 講得就振奮的起來 講得如此的幾百 但是覺得說 好像 沒有這個模糊空間 講得非常好 對 我現在講剛剛那個 林靜宜委員 事實上他是以 他事實上目前是民進黨的 國際事務部的主任 所以呢 說他這個 韓國瑜先生說什麼 他又字無字 又那個 不了解國際事務 是 我一定要說這個有一個 對國際上動輒遲到 動輒爽約 然後動輒說人家是基的 那個總統候選人來說 人家沒有國際 嘗試這件事 我非常的覺得 對 從高雄的立堂 覺得很抱歉 因為事實上這個 那個林靜宜委員 他這個整個的發言 我們可以看 因為他整片發言其實非常慢 非常長 而且他事實上很完整 包括他說了 我們像兩岸目前是一個 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 他也提到所謂的國際的變動 因為公投法的一個修憲門檻 往下修 所以應該是以修憲的方式 是比較嚴謹的 我意思是說 他所有談話當中 他其實是承認 目前兩岸的政治現實的 他並沒有排除任何其他的這種 就是說主張統一 這個就是一個思想犯 就是應該是一個叛國罪什麼 我覺得他已經承認了政治現實 而且我們注意到他被 Kelty寫這段話的一個頭是這樣 認為他現在他認為 他把那個現在中共 因為一直對我們是個威脅的政黨 不管是在外交上斷我們的外交股 或是在武力上威脅我們 注意喔 中國跟中共是不一樣的喔 我一定要這樣講 我連我外國朋友也這樣起行我 中國跟中共不一樣 中國的人民不是都是共產黨 我們現在談白 中國大部分 當然他大部分人不會是 中共的那個共犯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講是有威脅 對我們有武力威脅 所以要講中國不講中共 其實如果就這個立場 我還沒講 就一般老百姓的立場 你都會跟我爬 我有什麼說 我為什麼還要跟你討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分開來講 而且我們今天在講到那個 蔡總統 他在去年的元旦談話中 有四個必須就講得很清楚了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之間的起義 就是說在 剛剛一直主持人在追問那個 張議員說 到底你們民進黨的認知是什麼 我們認知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你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就是在處理我們兩岸之間 認知上的差異 以及尊重2300萬人民的認知 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一直在 民進黨政府不曾變過這樣子 對然後事實上 台灣的民意也一直在做 不停的世代上的調整 就例如說去年大概 10月11月份的時候 我們知道另外一個 政大國關中心 針對2000多個高中生 做了一份民調 高達8成的孩子 年輕高中生可能是17 8歲 所以下一次就有投票權的孩子 高達8成的孩子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他沒有在那個托尼代表 覺得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沒有他就8成的孩子 覺得他們就是台灣人 甚至有將近4成的孩子 覺得他們希望台灣的未來的走向 是有保持維持現狀 然後慢慢走向獨立 這個是下一代 就是說所有台灣民意 是在浮動當中的 那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立場 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承認兩岸有起義 我們要求對岸要和平對等非武力 然後尊重台灣2300萬這樣子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覺得這一個事件其實 呃 林委員在這過程中 被去脈絡化太嚴重 因為前後他其實整個論述非常完整 而且我覺得光是這個 中國跟中共是不一樣的 這是完全的 我今天可以跟中國人當好朋友啊 可是中共這樣一直 對我一直有鼻子被趕快顯了 我怎麼可能會當好朋友 我怎麼可能暴露自己 而且我覺得今天 還有一個東西 剛剛議員一直在講九二共識 聽一下蔡總統的元旦談話 他今天他元旦談話 他講了四個認知 第二個認知就是 對岸正在用九二共識 這樣來掏空 可以掏空我們台灣社會的一個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 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共識 用這樣放在掏空我們共識 這是虛的 對我們根本就在議員身上看到了 他今天用九二共識 來加深台灣社會的分歧 這是國民黨的脈絡想法啦 對 他肯定會騙了 他肯定會騙了 肯定會騙了 憶慧姐來幫我們 好像還要補充嘛對不對 我補充一句 剛才其實有提到說 林靜穎委員的這番的談話 到底對於這個選舉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其實很明顯的看到是 藍軍用這樣的議題 企圖在號召所有的韓粉回龍 而且韓粉呢 因為這個議題 他們就啟動了他們對於亡國感的那個加深 所以的確韓粉們或者是呢 有一些過去是認為韓國瑜實在支持不下去 但是呢他們現在因為亡國感的加深 他們中華民國會亡了的亡國感加深 反而他們會加速回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變成說 所有的台派的這個民眾 特別是在即將要到來的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馬上要到來了禮拜六 因為沒有剩多少天了 所以千萬不要輕忽 就覺得說 這個為我們去投票都不要緊 真的是你手上一定這張選票是非常非常重要 國家未來的發展 台灣未來是不是還能夠繼續 在這一個世界上面 能夠讓我們大家很和平 而且非常快樂 有言論自由的一個生活 這些都是需要靠我們手上這張選票 所以這個很清楚的是 國民黨從昨天衝出來 就要用這個議題去打民進黨 所以所有綠營的支持者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在內地就要選舉了 其實除了剛剛這些事情之外 還有包括軍公教 其實韓國市長特別提到了 他說軍公教其實在民進黨的處理之下 變成黨國餘孽變成米蟲 到底剩六天的選舉當中 藍綠出招第三陣營應該如何顧票 我們下午回來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已上台 先針對黑鷹直升機意外 默哀三十秒 讓我們誠心在心裡共同的祝福 不過話風一轉 竟讓他想起了木碗的故事 拉攏軍公教選票 政府怎麼對軍公教 政府怎麼對軍公教 不就像這個木碗一樣 你們退休了 沒有利用價值 你們是米蟲 你們是黨國餘孽 對於現役的軍公教來說 他看到這樣木碗 他不害怕嗎 當一個國家軍公教僅銷 都對國家的信念產生了動搖 中華民國這棟建築物 就已經外強中干 任何風雨飄搖 都經不起任何折騰跟打擊 這棟建築物會隨時倒達 韓國瑜搶軍公教選票 在地立委候選人洪秀柱 則是狂打反滲透法 指控民進黨要搞戒嚴 韓國瑜致辭後 很快就離開現場 沒想到散場時 立委候選人蔡淑惠 拿起麥克風 要支持者注意選舉奧波 話卻越說越離譜 你們全國聯合同一時間 在路口拜票 就做生在我們的國軍 軍旗實施 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一定要承知民進黨的奧波 打馬漢將粉絲團 就痛批國民黨 黑鷹失事是台灣人的不幸 卻被國民黨拿來造謠抹黑 今晚蔡淑惠事後澄清道歉 選前試驗風波再添一樁 其實要選舉了 那當然發生這個黑鷹直升機失事的意外 八個人死亡五個人受傷 大家其實都變得比較低調 或者是表面上面低調 私底下動作還是很多 因為很快 很緊張 多一天拚就是一天的勝算 但是政治就是現實 就是冷血 有時候明明發生這麼令人難過的事情 講起話來也完全不留情 我們來看到包括剛才 國民黨立委蔡淑惠 還有包括韓國瑜市長 其實大概像說這樣的話 那也難怪都會被拿出來檢驗 政府怎麼對軍公教 退休了沒有利用價值 是米蟲 是黨國餘孽 如果今天沒有發生黑鷹直升機的事情 也許軍公教不會再次的被重提 也就是因為這個傷口撒鹽 又讓我們看到政治人物講話冷血 還有操作選舉的一面玉衛節 其實因為黑鷹的事件 讓國人知道了說 我們的國軍是多麼的英勇 那也因為黑鷹事件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國軍是如何值得 我們國人的尊敬 因為他們在每一年的春節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在這個基地裡面留守 那他們沒有辦法回到家裡面 跟家人團聚 目的就是要保障國人的平安 那我們也從這幾位 目前殉職的這幾位的國軍將士 我們才知道我們的國軍 你看他們的外文 然後連美國 以色列 很多外國的這些軍事的將領們 他們都來肯定他們 甚至於連美國AIT也都破天荒 第一次的降半期 那你就知道說 他們在這個作為一個軍人 他們對於捍衛國家 是有多麼的堅持跟執著 然後他們對於自己的自律 其實是非常讓人家感動的 那我們過去為什麼會對國軍 有一陣子會有一點點負面的印象 其實不是因為八百壯士嗎 不是因為無私懷嗎 不是因為他們只為了自己的一些 小私小利 迎頭小利 然後他們出來擴大 你說抗議年改是嗎 對 然後跟整個國家翻臉 然後跟整個台灣的社會完全 這個就覺得說 國家你不可以 國家遺棄他們 對 遺棄他們 其實國家並沒有遺棄任何人 是大家如何讓這個國家 可以一起走得更遠 我們看到了這八位 他們不幸殉職的這些將士 這幾天在台北賓館 除了說他們的軍中同袍 到了現場去給他們致意之外 有多少台灣的民眾 是到了現場 是有百般千般的這不捨 原因是因為我們從他們身上 在找回了我們小時候 或者是我們已經忘記 我們的國軍是如何 值得我們敬重 我們的國軍是如何 值得我們國家來疼惜 但是你看到韓國瑜呢 他是怎麼在講這個 黑鷹的失事 他講說難道是台灣中邪了嗎 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以美國來講 美國在2017年以前 光F16大概就掉了600多台 那我知道藍營有人說 他黑鷹失事 是因為台灣中邪了 是因為我們的總統代賽 那你會認為說 我們這個美國的 有掉了那麼多台的F16 難道是美國的川普總統代賽 這個是他剛剛講的吧 今天說的 對 中華民國建軍史 沒發生過最高軍官 一口氣罹難 我們國運不唱龍台灣中邪 其實但大家講 唱衰遇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 這個以泰國來講 泰國曾經發生了一次 也是軍機的一個空難 結果呢 這個為了要去救 這個軍機的空難 後來陸陸續續又掉了大概 七八架的這個飛機 總共耗時了四個月 才把那個整個的救難工作 給完成 那你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最受不了的就是 解放軍你在批評我們的國軍 你憑什麼 解放軍可以說是全世界 最貪腐的一個軍種 之前有一個例子 就是有個大學生 他因為罹患癌症 家裡面是散盡家產 來幫他希望能夠救助他 醫助他 然後到家裡面附近的一個 解放軍的醫院讓他去就診 結果這個解放軍醫院是幹什麼 他根本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這個醫院呢 他只有解放軍是真的 裡面所有的醫生 都是沒牌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黑心的這個醫生 然後這位大學生 跟他的這個家人 到最後還是一樣不治 所以解放軍是全世界 最貪腐的一個軍種 竟然還來嘴我們的國軍 你嘴你們自己 那像以掉直升機來講 我們的黑鷹直升機 的確是很不幸我們掉了兩架 但是不要忘記 中國的直20 就是他們的那個直升機 在去年也掉了10架 你剛剛說八百壯士 給大家的印象不是很好 所以韓國瑜市長剛好 就對八百壯士 這樣的一個軍工叫來進行喊話 其實也是藍綠對決的概念 沒有韓國瑜 他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他唯一的選戰的策略 就是挑起仇恨 然後引起對立 那因為他過去在2018年 他在這個競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是用所謂的庶民接地氣 然後用一些大家聽得懂的話語 發大財 然後人出去或進來 然後讓很多的89萬的高雄人 認為說高雄可能會有改變 事實證明高雄沒有改變 那因此他就轉換成為 他要用仇恨動員 他希望社會變成階級對立 他希望社會變成社會對立 這個吹票好像蠻厲害 會不會 這個的確是吹票很厲害 很厲害的吹票剩六天 為什麼他們會全力的去進攻 林靜穎委員的那個談話 為什麼他們會利用黑鷹的這件事情 然後打軍公教 要再去挑起軍公教的 這個心裡面的仇恨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用仇恨 用恐懼動員 讓所有的韓粉趕快進去 但問題台灣人只要這樣吹 票都出來了不是嗎 我跟你講我其實坐在這邊 我的心頭是沉重萬分 這八位軍官到生命最後一刻 他們把自己奉獻給了藍天 守護我們的領空 奉獻給台灣祖國大地 可是要來選總統的這個候選人 一個總統候選人 你不是應該要團結全民嗎 你不是應該要凝擊大家的情感嗎 你不是應該要穩定社會 指出未來方向 帶給一個人民的希望嗎 幹嘛唱衰呢 可是你做的事情是唱衰 你做的事情是抹黑 你做的事情是污衊 你做的事情是挑起對立 你做的事情是挑起特定族群的仇恨 來鞏固你的選票 你有道德嗎 韓粉會喜歡這種方式嗎 你對台灣有一點點的愛嗎 我不客氣的講 你今天你的選民只有韓粉嗎 還是你是要面對台灣人 今天如果你用這種手段 就算你選上了 那是一個分裂而殘破的台灣 你有沒有想過 我今天要問的是請問 每次不是只有韓國瑜 來你的朋友問你們 有這麼困難嗎 不說謊不抹黑不扭曲 不製造仇恨有這麼困難嗎 告訴我是誰 誰說軍公教是米蟲 誰說軍公教是黨國瑜念 你剛剛剛剛說的是市長和國瑜 我聽這種話已經聽了無數次 從講民進改革的時候 就一直指責民進黨罵他們是米蟲 誰說出來 就像當年 無數次的說民進黨就是這樣子 外省人 如果說民進黨執政 外省人就會被趕到海裡頭 這種話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有誰誰說過這種話 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 為了統治 為了要這個執政權 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用這些惡毒的言語來講 民眾有辦法判別嗎 我告訴各位 這種話說多了 人民當然眼睛是血量的 否則民進黨怎麼會兩次執政 你講一講講到後來變真的會不會 我告訴你 人民會唾棄 我坦白講 死了過世了這麼好的將領 結果你看到藍營的政客在幹什麼 說就是因為去站街頭 所以摔飛機 結果他被網友罵爆了 自己要出來道歉 為什麼人民有智慧的 大家知道這是個謠言 因為失事的時候 總統就是在辦公室裡頭 還有知名的媒體人說 什麼沈一鳴摔傷頭 對不對 蔡英文站街頭 有沒有被罵死了 也是被罵 對為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你怎麼這麼冷血 你們怎麼還在這邊散布留言 你怎麼要為了政治的利益 獲取選決利益 你可以沒有人性到這種地步 那再說很多軍公教的朋友 其實現役的軍人去想去問問他們 其實蠻多現役的軍官 其實是希望看到年改的 為什麼第一害怕國家財政破產 現役軍官很希望看到年改 對真的希望看到 尤其越基層的越希望 為什麼 因為年改的結果是 過去是肥了大官 瘦了小兵 現在是把這個差距大幅拉近 好像年改也沒有差很多 我可以告訴你 對高官也沒有少很多 對不對 50萬還是領十幾萬 50萬還在領十幾萬 對他還是領十萬以上 那改了之後差多少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軍改是改的很少 尤其是如果你是越基層的 反而越好 你知道嗎 反而在校級以下 他是比以前更好 更有保障 校級以下更 那降級呢或者是 我告訴你 會影響到上萬以上的 我們算過了25個人 就是已經到一定程度以上 少一萬塊以上 只有25個人 只有25個人 中將以上的 對 很少 可是他們就不斷散播仇恨 說什麼不尊重軍公教 罵軍公教是米蟲啊 就是用這種感情動員的方式 問題是他是謠言嘛 我再說一次是誰說這種話 那韓國瑜 你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你從政見會 你到辯論會 你到選舉場 你說了多少謊話 你抹了多少黑 你放了多少假訊息 不抹黑不造謠 不放假訊息 不說謊 不跳票 對你而言是那麼困難嘛 他這樣說起來 讓我們心裡很有感 可是才發現被騙 這樣是不是 我告訴各位 是這樣子 他想以此來拉攏軍公教 可是他會傷了更多台灣人的心 然後他想以此來攏絡軍公教 可是他一路以來製造的 這種對立跟仇恨 特別是在這樣舉國哀傷的時候 我覺得人民會更有公斷 那最後我只講一點 如果韓國瑜 如果國民黨 你們真的疼惜 這些遜難的軍官們 我請問一下 你們怎麼有點 推出吳思淮這樣的人 你推出吳思淮這樣的人 你不是在踐踏國軍嗎 我們的國軍 如果今天要面對 戰場上的風險 唯一流血的來源是誰 不就是解放軍的槍炮彈藥嗎 我請問你 吳思淮你跑到對岸去 你去跟習近平敬禮 你就要並通我們國家的國歌致敬 你去乖乖聽訊 你甚至於在對岸 你教人民解放軍 怎麼來對抗美軍 你限制於說 你過去反共 你現在觸統 我請問你 你這些話 你不是在鞭打我們的國軍嗎 你不是在踐踏我們的國軍嗎 如果我們國軍今天需要流血 需要保家衛國 難道不是唯一的來源 就是人民解放軍嗎 結果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敢推出吳思淮這樣的人 然後你告訴我 你疼惜軍公教 你告訴我 你疼惜國軍 你甚至於唱衰抹黑 你認為人民會怎麼看 所以我要講 為什麼下架吳思淮變成個共同的口號 因為我們受不了 我再說一次 只要吳思淮頂著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結果有一天當成不分區立委 我必須要說 這個就是對中華民國國軍 最無情最羞辱的踐踏 其實國民黨推出吳思淮 應該有他戰略上面的應用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聊 不過處長 其實韓國處長他特別提到 他說對軍公教 應該發自內心的尊重 對眷屬特別照顧 又有用罵的 用批判的 然後又跟他疏疏地疏解討 又溫暖擁抱在一起 其實這是政治人物 很會說話的地方啊 剛剛那個 那個議會說到說 高雄去年用一個口號被奪走政權 然後也都沒有變 有變變得更糟 變得更糟 好 然後我要跟全國的那個民眾說 其實真的是看看高雄想想全台灣 光是軍公教這件事情 我都可以給你們舉個明顯的例子 去年的5月29號在市議會的時候 我們的市議員質詢 而且是親民 當時候是親民黨 現在又批到別黨了 他就是批來批去 問質詢韓市長說 那個政府的 有關軍公教年改這部分的意見是什麼 韓市長站起來說 政府承諾的年金不能改 隔不到一週6月4號 媒體訪問他 他就說 我沒有承諾 那個要恢復18% 不要把我沒有講過的話 塞到我嘴裡 他講得多麼生動 不要把我沒有講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裡 這是典型韓國瑜市的政見 就是說他永遠沒有標題 他沒有做法 他沒有要負責 這是他沒有要負責的 他沒有要負責 他不只是 就不只是做這個仇恨動員 他也要做一堆 他所有做的東西都沒有 完全沒有負責的 不管他這一系列來說 什麼送青年學子出國 什麼軍公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軍公教出國這件事情 他本來說軍公教 只要你申請的到 你就出去吧 我昨天聽到是1% 他只送1% 他又變了 又往下修了 你說他所有政見 所以其實真的 現在要在那邊說 他又用這個來撩撥 這個軍公教這部分 其實你看看高雄 他在高雄執政 高雄是一個 一個他可以完全掌握的 不管是市議員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市政府 他完全可以掌控 他完全對軍公教 這部分的一個 不管是18% 他預期中央在做解釋 他也都沒有做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來彌補 在高雄市政府退休的員工 或是眷屬 他也都沒有做啊 那你在市政府 你在一個直轄市裡面 你都不曾做過一丁點努力 他怎麼可能到全國 他還做得出些什麼樣子的努力呢 對 然後我要再講到 有關的剛剛那個 提到這個有關吳思懷這部分 我們真的要抗議 因為我們今天還在講說 經過這個事故 然後我們才認識到 這麼多的軍關係 是這麼樣子的一個優秀 不只是優秀 真的是保家衛國 而且沈一名上將 他在幾年前 他對著美方說真的 中共打中國打 中共打過來說 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你相較於吳思懷嗎 對 不要再相較於吳思懷 之前還有誰 有個立法委員中還說國軍共軍 那是中國軍 記不記得 對 賴思懷那時候 那時候蘇議院長 立法院也是這樣備詢 只要中共打過來 我打到只剩一隻掃把 我也把掃把當那個武器 那時候還被 國民黨的委員 視為是個笑柄 可是軍不見 我們的國軍 就有這樣意志的人存在 所以黑衣直升機失事 大家應該都要說好話 因為畢竟是全國哀悼 為了選舉 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真的不是人民的糧飯 稍後回來之後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的正式人物 透過這次的黑衣直升機 總是要消費 對他們選情真的有幫助嗎 我們加入了 見面幾次。